好我们来关心今天全台各地的天气状况了 还是要提醒大家由于封面持续滞留 再搭配上这暖湿的西南风 因此在今天又有一波的降水高峰了 而且期间很可能会出现强对流的发展 造成短时的强降雨 在各地呢 在今天都会有局部大雨的可能性 尤其来关心的是在西半部地区 会有比较长时间的震雨或是雷雨 这个部分一定要多加留意 这波雨呢预估会下到周六28号之后 才渴望能够慢慢的缓和 因此提醒大家在今天出门的时候 还是要记得带伞 同时呢由于天雨路滑的关系 也要特别小心在路面积水的状况 要注意安全 好另外在温度方面我们来关心 今天全台各地的温度其实变化并不大 低温呢由北到南 分别是落在22到25度之间 另外呢北部还有这个中南部地区 东半部地区的高温 很可能是在27到30度之间 在体感上来说其实是蛮湿湿热热的 但是呢在今天还是要多加留意 就是雨势的部分 气象局现在持续针对了全台 有18个县市发布了豪雨或是大雨特报 我们来看到豪雨特报的范围 大部分集中在中部地区 包含了苗里台中还有彰化 都会有局部大雨或是豪雨发生的可能性 另外呢大雨特报的范围 其实几乎是涵盖全台的 包含了基隆 新北 台北 桃园 还有新竹县市 在南部地区的云嘉南还有高平 以及东半部的宜兰花莲 都在这一波的豪大雨范围之内 要特别提醒大家 还是要多加留意会有雷急强震风 以及溪水暴涨的情况出现 在低洼地区真的是要严防淹水 连日来其实都是降雨不断 如果大家要到了山区的话 也要特别小心摊坊落实发生的可能性 好这一波雨到底会下到什么时候 天气走势就要告诉大家 今天呢封面影响之下 局部会有较大雨势发生的可能性 这个雨呢要一直等到礼拜六的下半天开始 才会变得比较和缓 不过周休假日 虽然有机会能够看得到阳光露脸 而且是好天气 但是呢在这个中南部地区 还是要多加留意会有雷雨发生的可能性 好我们来看到天气状况 一直到了下周二会有另一波的封面报道 到时候呢西半部地区又会再下雨了 最后来关心今天的天气小叮咛了 天雨如滑提醒大家开车出门的时候 一定要多留意 局部大雨在今天外出也是要记得带伞的 好另外就是海边可能风强浪大 如果真的要从事相关活动的话 也是要多小心的 我们来帮大家科普一下咯 水神跟病毒或家中的细菌作用之后 就会还原成水 不会残留也不会污染 如果家中呢有营发族 有儿童有孕妇都适用 如果您想购买的话 当然会再快点够购买才是最划算的 水神又把水魔攻进入 水神和国关湖 死神�你